大家好,我是Patrick 昨天錄影之時是星期日的下午 星期六上演了歐國斐分組賽第二輪 開始到尾聲的賽事 F組組組場的一場賽事 由法國作核對著匈牙 賽前 包括小弟 都相信匈牙利是沒有什麼還擊之力的 對著法國就算輸 即是少許多防守 怎樣死守都好 最終都會輸 可能一兩球 甚至三球 因為法國大家想想 他的前線是多麼豪華 麥巴比 鄧士馬基奧特基沙文 甚至乎還有後備的丹比利等等 這些球員還有 你不要忘記 普巴拉比奧特 都有入球能力的 會覺得就是 因為法國要贏匈牙利 異遇反掌 就算上半場被迫和到 守和到 下半場都會缺體 所以最後 法國竟然是要迫和匈牙利 真是一個挺令人意外的賽果 但其實當你看到這場比賽的過程 你會發覺 最後發覺 要一比一迫和 要憑著基沙文下半場中段的入球才能迫和呢 又不是那麼意外的 因為當進程下來的時候 雖然法國到勝常 控制了整場比賽的節奏 主導了整場比賽 但你會看到匈牙利 眾志成成的那種堅韻的防守 甚至乎我會覺得 他的防守比上一場對於葡萄牙更加好 更加堅固 當然 當然要給匈牙利 就算你說法國踢得點不好也要給匈牙利 一隊做underdog的球隊 可以最後拿到他們想要的成績 我相信匈牙利應該一分對他們來說 絕對是上街的成績 你看到他們的球員一入球 那個球迷的興奮程度 賽和吹雞完場之後的興奮程度 相信匈牙利球迷 以球隊的實力 對著法國是世界杯冠軍 整班都還當打 應該不會太嚴格 不會說他們滿意 也不會說太苛刻 最後 為何發覺他們是這樣的呢 我們稱讚匈牙利的球員 和教練 戰術得宜 一班球員 完全執行到戰術能力 表現穩健 有鬥心 有真正心 甚至踢出鬥志的熱血 也是有團隊意識 一人走多一步 去為隊友保位 去跑多兩步 一起去夾法國的球員 之外 法國這場球員 是抵鬧的 即是 你身 我並不是法國的球迷 甚至乎我對於迪金斯 這個教練 我一直以來都始終愚一覺得 他是一個 雖然他是幫法國 拿了世界杯冠軍的主席 但是你說他的領軍能力 是否真的這麼頂級 我一直都抱有這個保留的 觀望的態度 首先說到法國的陣容 這場球一樣是4-3-3 他仍然是大部份 保留上場對德國的陣容 羅里斯羅門 然後是柏華特 華拉尼 金柏比 以及用了迪尼的左閘 中場三個一樣 都是普巴 簡迪 以及拉比奧特 前面三個 基沙文 基沙文稍微待後一格 做一個進攻自由人 或者副風 後上前鋒的角色 前面一對箭頭 賓斯馬 拍著麥巴比 踢下去 上半場 發覺已經控制了戰局 很快 憑著實力 他們本身應有的 一個較高的實力 控制了整個節奏 主導了整個形勢 但是就是攻不入 空乃尼的堅固防線 還要完半場前 給別人一個反擊 其實也算不算反擊 組織也上來 一下子漏洞 這個波之書 首先 又是柏華特 失了位 華拉尼 追不回 他們的左翼位 這波比 又沒有回來 趁著羅利斯 打得出營 就射入 這個波 可以說 法國球員 即中後場 那位普巴 也有 少許 可以說 失敗了 所謂要求高一點 對著他們 要求高一點 都會正常 這個波 有少許是 不集中之下 有少許 甚至輕敵之下 就失去了這個波 令到球隊帶著 還要是保時階段 即失球的時間 其實都不太好 不過 以法國球員的質素 即這個失球隊 對他們來說 可能下半場 叫做臥敵少少 帶著一球 落後一球的形勢 落到下半場 其實去到下半場 你有很多的變陣棋子 迪金斯 今場球 剛才我們數過一些 後備球員 甚至乎 有些是今場球 是可以用的 我們剛才沒有說過 譬如馬古斯道林 在無信加帕 踢到 又不是曉飛 有表現給你 在歐聯的賽事 也認到很多球迷 會覺得 這個名將之後的 這個球星二代 都可以證明到自己的實力 是有實力 是能夠立足 但是 你今次不動 到中段 才慢慢換入 單比利 之後去到76分鐘 才再換入基奧特 和道理數 其實你在之前 你可以在半場 你覺得可能 只要失一個球 一個意外 不要緊 但其實是否可以 早一點再換呢 我們經常都說 你不行的話 現在可以給你換五個 半場那次還不算 即是三次換人 換五個 但半場那次不算 你可以再用一下 但不是 好了 你換了單比利出來 單比利 換了誰 為何入體拉比奧特 拉比奧特 金場球 可以說 踢得是 有些是 是不好 即是很靜 很靜 很靜 表現是真的很一般 完全不知道 為何 迪金瀉 可以讓他打正選 即是純以金場球的表現 但當然 你看看上場球 即是他們三個中場的分工 都很清晰 但是金場球 拉比奧特 就看得不好 上半場 所以 推到下半場 換 其實可以在半場的時候換 你特別對空眼力 你知道對手 是真的 是防守為主 他們入了一球 可以說 對他們來說 是滿足 那麼 你可以 壓上一點 換了單比利 就製造到威脅 在邊線 之後 還有一個中處球 接著 最終是66分鐘 憑著金三民的球 就是一個 反擊 因為對方 一個死球 一個角球攻勢 輾轉之下 羅列斯接了之後 一腳大腳 一個反擊 接著 也是空眼力的後防 給那球敵地 這些是大技 之後就被 折倒 再交給 展遠之下 幾三民射 但是之後 很多時候 就 的攻勢之後 發覺 攻勢 有就有 但是真正 我們預期中的威脅 就不多 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最終 只能夠1比1 在逼和對手 那麼這場 也看到 就是除了一些 球員的發揮 又欠佳之外 剛才我所說的 拉比奧特 這份普巴 也不是看得好 也有些球員 特別在前線方面 是想講一講的 前線配合 很豪華 基三民 賓斯馬 密巴比 全部都是世界頂級的球員 世界頂級的前鋒 也在所屬球會 獨當一面 但是 合在一起 真的 特別是 想講今天一個人 賓斯馬 賓斯馬 賓斯馬的加入 當然他入選 是很值得 是應該要有 但是 是否值得 這麼快給他 正選呢 賓斯馬能力 不需要懷疑 他的急數 更加無用之以 但是 賓斯馬 對上一次代表國家隊 是什麼時候 今屆賽事之前 對上他自從16年的年頭 被法國足總宣佈 他不會選他進去國家隊之後 一直到現在 足足五年多的時間 是沒有跟國家隊的隊友合夾過的 真是對國家隊的體系 你不要告訴我 球會有些都是跟隊友 不是說這些 是真是國家隊 五年前的國家隊 當時 當然你說有些很多球員 都是這些隊友 但是重心已經不是了 麥巴比現在的信公重心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 基沙文 都是那時候 逐漸冒起的球員 你現在賓斯馬加入 其實跟一個新的球員 是沒有分別 OK 你覺得他操練的時間 表現很好 沒有問題 但是 到大賽的時候 是需要一些默契 你這兩場看到 他們三個人的 互相的配合 其實不多 賓斯馬和麥巴比 特別是這兩個 覺得真的不太合 大家知道在比賽 再看細節的位置 無論走的位置 拿完球之後 比腳球 流暢程度 真的沒有了以前 基奧特和麥巴比的配搭 到最後 之後 他也換入了基奧特 其實那時候 流暢程度 反而更好了 當然 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少了兩邊 出來 不是那麼多 但是 就是這個 賓斯馬這個問題 我會覺得是有些 奇怪 就是 迪金斯以他這麼保守的時候 沒有理由 去察覺到這個 就是 當一個人 除非他真的沒有想到 就算你幾個級數都好 老實說 你就算選他進來 五月幾宣佈的陣容 選他進來 接著就踢了兩場熱身賽 接著就去到大賽 上場球 你對德國 就因為你打過反擊為主 你是引對手出來 你再前面打反擊 其實老實說 兩邊各有各踢 你不需要太多 特別多的配合 因為最主要是靠這個 個人質素 但是這場主攻 就是需要這個配合 而這場球 也看到 基奧文麥巴比 和賓斯瑪的配合 如果以他們的級數 以他的能力來說 是失敗的 不成功的 為什麼要這麼急 要換他 就是擺他出來打正算 擺他出來去踢 這個也是 迪金斯 我真的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 除了你是不是真的 信他的能力 我們經常都說 賓斯瑪是二甲 二甲 都是需要的時間 去適應 也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昨天 法國拿不到更多入球的原因 當然 迪金斯的保守 我為什麼會對他的能力 是有這個保留呢 另一個 也可以說 因為你手執一大堆 這麼豪華的 這麼有級數 這麼有世界頂級的前鋒 進攻球員 但是 你沒有可以運用 你可以說 為了成績 要穩閒才 沒有問題 波連奴也是這樣 但是 你可以放膽一點 昨天就是因為你的保守 最後 你沒有叫兩閘 去再穩上一點 去傳多些球 你換了基奧特 進來 你可以兩閘 上來傳多些球 給基奧特去頂 沒有 所以 法國失了兩分 當然對他出線形勢我 我又覺得 又不會太大影響 只不過 沒有了菲斯 世界堂和世界冠軍 對著一隊 靠歐國聯資格 附加賽進來的 球隊 你這樣 失了兩分 你迪金斯 你覺得沒問題 沒問題就繼續 太丁了 下一條